這邊跟它貼蒸 一樣 它兩邊 這邊很痛 對不對 其他跟它按它不會痛 它不會痛對不對 你看我斜斜跟它按 這邊很痛 兩邊跟它貼蒸 貼蒸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棉花棒 酒精棉 跟它用開 比較好用 不要整理整理的是比較不好用開 把它擦乾淨 為什麼要擦乾淨 因為表皮有油脂 像我們這個 有的人不會用 這個要怎麼拿 你這樣拿不開 這邊有個切口 有沒有 切口 有個切口有沒有 切口撕開 不要把這個拿掉 這個針保護 不要把這個拿掉 切口用開 這個針不要用太裡面 旁邊就好了 這樣按起來 這樣按起來 剛跟它用 脊椎在這邊 你只要忘記的話 脊椎在這邊 脊椎的旁邊 跟它貼下去 不要貼太微妙 要貼靠近脊椎這邊 對不對很痛 這樣才有貼到 這樣才有貼到 這樣會 這樣子 不要 用太裡面 兩邊都一樣 這樣都撕開 有的人不知道要怎麼用 用不開 摸一下 一定要靠近裡面 挨著神經蟲 有一點相疊沒關係 針不要相疊 要好以後 再跟它大力按一下 給它針 給它跑進去 因為針 有的人沒有大力按 它不會跑進去 用鐵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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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鐵球不要用小的 鐵球滾這個地方 每天給它滾力兩次 刺激 給它針 因為有時候 酒人又針會跑出來 用鐵球給它用一下 給它活動活力 好 什麼樣條件要做腳 如果你今天是12歲 你今年是12歲 那你只要做這樣 就好 你看這個是爬山跌倒 對那樓梯就要跪下去 沒聽好 跪下去 我還好已經快好了 我很愛走路 為什麼呢 我現在不走 我拜祭還不會走 現在會走就要走 對不對 從小就三歲就得小孩麻痹了 跟我們一樣同 談唱基金會的 談唱協會的 我年輕的時候 那談唱協會 他們基本上都不一樣 他們基本上 那六十幾歲都不一樣 他們不敢認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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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認我 不敢相信 為什麼 因為我有在保養 來 如果你今年42歲 你的條件就是42歲 你就這樣就好了 你這樣就好了 你這樣就好了 你腳在彈之後 你站起來 你再彎下去 你的這隻手會變很長 這一隻手 因為你這隻手做完之後 你的這邊腰鬆了 你這邊腰鬆了 新同學來 你不要做回來 你現在馬上來示範 肚子 一隻腳 我隨便你做 一腳就好 我都沒了 這腳就好 這腳就好 來這腳 我只有差而已 假如他42歲 等一下我們要看看他幾歲 看看他幾歲 我現在沒完就可以 測定他幾歲 走看看 有什麼感覺 沒聽 來 你彎下去 你彎下去 我本來就彎得下去了 好彎得下去 好 有沒有覺得這隻腳鬆很多 再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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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神經靈感助理 你腳覺得 因為如果覺得 這兩天肌肉好長 各位你知道嗎 他的好幾次了 因為他新同學 他從開始一來的時候 我試看他好多次 我已經發現到他神經 神經蟲很鈍 比較鈍型的 脖子那個到隔天 我比較有感覺 對 他的神經蟲是鈍的 對 他的神經蟲是鈍的喔 是鈍的喔 再來的新同學 你來感受一下 對我要看你幾歲 你現在感覺 你現在感覺 我要讓你 你的腳 我腳先開來 先開來 先開來 好 你的腳喔 我現在要測定他幾歲喔 你先站起來 彎下去看看 你先站起來 彎下去 好彎下去 好 你的手這樣 這樣好 坐著 好 先看看我要測定他幾歲 就這樣這個動作 我這做哪裡 河穴 有沒有 這叫河穴 河穴 河穴 然後呢 這裡叫什麼 金穴跟什麼 五蘇穴的四個穴 頸型書經都在這裡 頸型書經都在這裡 這裡 這邊 這邊以下都頸型書經 這邊是河穴 這是河穴 有感覺嗎 好 好 那你現在站起來 走一走 第一個動作就這樣而已喔 那你現在彎下去 你看這邊 這邊腰鬆的 這邊的腰鬆的 這邊的腰鬆鬆的 現在摸得到有沒有 剛才摸不到 現在摸得到 而且你這隻手 不會摸得比較多 有沒有 這一間比較緊 這邊也要鬆 這邊也要鬆 有感鬆嗎 好 好 現在先等一下 就知道他幾歲 你怎麼辦看 你怎麼辦看 有什麼感覺 還有 真實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像這隻比較輕一點 輕很多囉 幾歲 好 如果 如果 你認為你是四十二歲 那你的條件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假如你覺得這樣還不夠舒服 那你還要做哪些動作 來看我怎麼做 如果你覺得做這些動作不夠舒服 那你要做到這裡 你要做這裡喔 來 你看我怎麼做 我隨便拿一支 就這樣 來看我彎起來 這樣 彎起來 坐哪裡 排關節 坐哪裡 排關節 坐哪裡 排關節 如果你覺得 像剛剛 他覺得 還不夠舒服 他就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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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 然後呢 這個要這樣 如果你的頸部很緊的人喔 覺得我怎麼 每次都要調這裡 調到自己痛得要膩 那你不如每天 做這個動作 你馬上這樣調 你頸部馬上鬆 等一下你試試看喔 你頸部很緊的人喔 都不需要別人幫忙 這一點 這一點管頸部的 這邊管胸椎的 這邊管腰椎的 這邊管腰椎的 就這樣子 就這個動作 然後這裡呢 就這樣做 看一下喔 這樣這樣做喔 這是這樣做喔 然後這裡是這樣做 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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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55歲的 五十五歲的 如果你有55歲 你每天一定要做這樣 如果你是一個55歲以內 但是你常常肩膀 你的 你是打電腦的 你是屬於電腦族 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 要這個 很多工作 換不下去 換不下去 你這個要70歲 你這個要70歲 你等不下去 等一下我家裡 等一下還沒有 來 還沒到70歲 還沒到70歲 剛我講就是55歲的喔 然後會越來越密集喔 如果你是一個55歲以內 你根本還不到55歲 但是你經常肩膀的手臂都很 很 有一些叫做什麼 50肩 對50肩啊 或者是工作的一些勞累啊 對 那你要做這裡喔 加強喔 這裡喔 這裡 來看一下 這邊的 這裡是屬於肩膀的喔 肩膀的喔 肩膀的 肩膀的 你就這樣做 都不用了別人幫忙 你做完你肩膀都變緊 肩膀喔 我的肩膀有差嗎 肩膀有差嗎 肩膀有差 肩膀有差 有差 肩膀有差 肩膀是做右邊的 肩膀是做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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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是交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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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這樣 然後呢看一下喔 這樣做 如果另外一隻 這樣做 這是大隻的對不對 大隻的這樣做 然後這裡要這樣做 這裡要這樣做 大隻小隻的 兩隻是類似的 只是這隻是比較大隻 這是出門 出國啦 越小隻越好用 然後這裡呢 你看喔 或者你看這是人體工學 看一下 人體工學 還有這裡看一下 這裡 這樣 這樣人體工學 這裡是陽面 往下本來就正常的 這樣子有沒有看到 這人體工學是這樣做的 這樣做的 只有這樣做的 照得到嗎 人體工學就這樣做的 這樣做完之後 五十五歲喔 我剛剛講五十五歲是做到這裡喔 然後你這個叫老損 職業病 你要做這裡 對 假如你有六十五歲 你每天覺得 假如不可以穩喔 很怕高 假如腳底 不是那麼穩好 可是你跳太快了 剛剛五十 現在跳到六十 剛剛五十五喔 中間的咧 中間啦 就五十五到六十 六十五 就六十五就好了 對啦 你就五十五就好了 六十來 你要算五十五到六十都可以 六十歲喔 好來這樣子 卡墊來看一下 書子 卡墊 卡墊 幾次 九次 全部都九次了 來 九次叫做 叫做 六次 六次叫做 泄氣 好 有時候需要泄 有時候需要補 好 如果補覺得很虛 這個人很虛 你就做九次 這樣子 一二三 這書子喔 再看一次喔 五 六 七 八 九 等一下你們要試試看 一定要試試看 你把這個叫做 腳很穩耶 你的腳很穩 很穩 再來 一定要 健力霜 你知道嗎 你磨乳液 跟健力霜 過抹精油 跟健力霜 不一樣喔 你抹精油 你只會覺得滑滑 但是你起來 沒有那個能量 健力霜插下去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經驗了 拆了健力霜 那個能量馬上出 因為它叫能量霜嘛 它主要是荷爾蒙的關係 刺激你血中的荷爾蒙 趕快自己刺激出來 不會讓你覺得 已經都被你刮痧了 可是我帶不出去 我無法增生出去 無法增生新的 好 如果你超過七十歲了 剛剛六十歲嘛 六十到六十五嘛 如果你到七十歲了 那你這裡一定要做 這個地方一定要做 來 怎麼做呢 要露起來喔 這個一定要學會喔 這樣 看一下 不管這一隻或這一隻 都可以做 都是有這個 就這樣 換一下 噸頭在這裡喔 他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這樣 做到這裡都不痛 你肉軟的我怎麼會硬的 那就是你玩不下去了 你玩不下去了 你玩不下去了 來 看一下喔 做到這裡一定都不會痛 你一定很好睡 然後呢 你河穴 我剛才講河穴 重點河穴 河穴就是你的六腑的 那個企劃 六腑的運送 是很順的 很順的 你吃東西消化也好 代謝也好 然後你的五腸有被安頓到 你的五腸有被安頓到 來 就這樣喔 試試看 這樣 你一天人 這樣掛差不多 三分鐘吧 三分鐘吧 你要不就九次 要不就十八次 要不就二十七次 要不就 二十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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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次 二十六次 二十五次 四十五次 二十五的倍數 六次 五至五就這樣刮下去 嘊 slash 把這裡拐到順了 你們應該看我這樣拐 有紅對不對 我是不會痛 為什麼 因為我是順的 老師一定要 помог 工作都不用好 只要做這個動作就好了 不是全部都要了 全部都要了 都要了 我剛剛講說 40歲就插這個就好了 不用刮 如果你50歲你一定要刮 你65歲60歲一定要刮 刮就是越多層面 再來這裡 我剛剛是 其實要從上 一定要從上面嗎 還是要跟按照你的順序 煎刮下面 煎刮下面 就順水 下面都順了 哦哦哦 12歲開始 對對對 下面都順了 然後呢 再來看一下我剛剛這個順頭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好 現在要換 換這樣子哦 噸頭要換這樣子哦 這樣子 你看 你看看哦 這個五縫 然後這裡 來 還有這裡哦 剛剛是這裡是一個重點對不對 還有一個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哦 錄得到嗎 在這裡哦 就這樣下去 這一定要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你如果每天都這樣做 你的腳很輕耶 你很想要說 我來出土了 你要做 我也要去 我也要做 我也要做 你就不會說 你去就好 你去就好 你就很活潑 你就不會懶懶的 體重解痛 就會怎樣 六腑失能 六腑一失能 你的河穴 根本送不進去你的六腑啊 六腑失去功能的 你的五腹沒人刺啊 五腹沒人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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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好就這樣子 這樣 然後這樣下去之後呢 這是不是用刮的往下刮 嗯 往下刮完之後 你可以最後就這樣 上來一次 或上來兩次 OK的 你們先做一隻腳 做完之後哦 再感受一下 做完之後 你們先起來走一下 起來走出來走看看哦 再來做另外一隻 左腳先做 好 正義方那邊可以 這四十歲的做法 要做 好 八十歲如果做完 這也有在做 你的肚子好像四十歲 現在我要真的給它癢癢的 直播 我是覺得你們做在地板上 你會很靈活 放在地板上 好 坐地板 這地板剛剛擦得很乾淨 你坐地板 再看一次哦 坐地板比較好做 這是八十歲的 保養像四十五歲 保養完會像四十五歲 因為你的腦袋會很靈活 而且你的腳步 你的步伐 你的動作會很靈活 好 你看哦 這都很重要的哦 這都很重要的哦 來八十歲了 還要做哪裡 這個哦 拿起來 八十歲變四十五歲好不好 八十歲變四十五歲好不好 這樣是嗎 對 對 黃十字哦 八十五歲變四十五歲哦 就這樣 大哥有錄起來嗎 好癢 這個哦 當你覺得磨到二胡癢 恭喜你 再加碼一分鐘 好癢 很癢的時候再加碼一分鐘 我說是會痛耶 會痛哦 你再加碼 會痛就是要不通 哦 跟兩邊沒差嗎 沒差 來 都可以 你可以換啊 都可以 這樣啊有沒有 你看 磁珠哦 這個珠就磨這邊 然後就換過來 磁珠磨這邊 有沒有 然後你等一下一定要試這裡哦 每一個人都有頸部的問題 你把這裡弄開 你頸部馬上鬆了 你用左腳 你的右頸鬆了 你用右腳 你的左頸鬆了 你用右腳 肩膀哦 好 馬上做 做好之後馬上起來走看看 好 就不一樣了 八十歲 還有啦 八十歲以上都要這樣做 就是要這樣做的 好 啊我的意思就是 我的意思不知道大家聽到有沒有 有啦 你若是平大型的 就覺得說 我今天做不一樣 我今天做四十歲啦 我今天比較容易 我來做八十歲啦 可以嗎 一個月最早也要做三百八十歲 每天都要當八十歲 一個月你 把自己當成八十歲的保養 每個月至少了 或者一個禮拜你都 把自己當作八十歲的保養 像美美啊 美美有個明方 明方那麼忙齁 你最忙的時候 你每天就把自己當四十二歲的保養 可是你只要停下來 你要把自己呢 馬上當作自己是八十歲的保養 八十歲的保養就是 比較套裝比較完整啦 這樣了解嗎 我前套 前套的啦 太誇張了 對 你現在有沒有說 有票五十五歲啊 喔你是五十五歲 我五十五歲還沒做完 喔你是五十五歲還沒做完 喔你是五十五歲還沒做完 所以今天教大家 四十二歲以上做的做法 一直到八十歲 八十歲以上做法都這樣啦 前面那些人都要 都來都來 都來都來 對 那我們也可以做這個 對 做完之後 真的啦 告訴大家分享啦 不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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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抵抗力很好 五月十四號 我們的那個 音樂會 要報名嗎 音樂會 要謝謝黃大根啦 課程都會幫我們留下錄影 你知道嗎 對啊 對啊 我們每次來禮拜二 我都不用擔心 我那個 電力夠不夠 手機夠不夠 你用打擾啦 我姐姐你感受 我比較親 非常親 非常的親 今天又了 今天又要讓我動 平身 你知道嗎 我這一隻腿喔 嗯 39歲那一年喔 38吧 我跌倒啦 我去游泳 然後在金山的一月子 起來的時候跌倒 整個 我身體的骨盤值九十幾歲 然後那個時候 殘根醫院幫我照 我的那個骨蓋 骨蓋 九十幾歲 骨蓋啊骨蓋值 我身體的骨蓋值九十幾歲 然後說我這隻腳 這隻腳九十幾歲 另外一隻腳還沒發育 然後你看經過了這樣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我現在的骨 骨持四十幾歲 我現在的骨持四十幾 我吃珍珠粉吃二十幾年 從那個時候開始吃 我就從那個跌倒那時候開始 因為被殘根宣布我的骨子九十幾歲 我嚇到 我那個時候才三十八還是三十九 三十八九歲我嚇到 珍珠粉啊 我就那個時候開始吃珍珠粉 因為其實 對對 其實我早期我們教授就有跟我們講 一直告訴我們 你一定要吃 你們啊 教授跟我們講 你們一定要把珍珠粉當成 那個永遠的保養 對自己的保養 第一個好睡 第二個骨子 絕對會養夠 養生嘛 那其實我也沒吃 到三十八九歲 掛到齁 才幾下而已 然後每個骨子都看他 都是粉碎性 粉碎性啊 粉碎性啊 那時候才跟我照起來 他說 你的這隻腳 他就 那個時候照起來說 你的這隻腳九十幾歲 然後另外一隻腳還沒發育 因為我小孩屁嘛 還沒發育 結果我那時候才怕 怕就又怕 那我 那我 怕就怕了 就怕了 對吧 就是不能走啊 後來我真的有做倫儀做兩年了 我真的有做倫儀 因為不能走 兩年 那我就吃兩 曾祖母吃兩 二十幾年了 我現在的骨子四十八歲 四十八歲 我現在六十四歲 那時候我骨子四十八歲 我覺得是 是 真的是 還是 還是要 愛自己啊 保健自己啊 因為保健自己 你真的是最重要的 對啊 沒有人可以代替我們 生病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代替痛苦 嗯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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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不可以 坐在我 你